城市里的丁克家庭,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多,而农村人则比较喜欢孩子成群,尤其是父辈,普遍都是家里兄弟姐妹有好几个,他们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都至少有三个孩子,孩子一多,父母要想做到一碗水端平,难度就比较大了,很多时候父母无意识的行为,但在孩子看来就是父母偏心眼的表现,实际上父母会格外偏爱某一个孩子的现象, 的确是存在的,农村有句俗语叫做靠老大,疼老三,最不待见是老二,这句俗语还有一种说法,叫做老大宠,老三冠,老二受气,倒霉蛋,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,底线的就是父母的爱很难均分,不待见老二的现实,在农村家里三个孩子,老二却不受待见,啥原因?老大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,肩负的责任较重,因为父母没有抚养孩子的经验,所以自老大出生那天起,一举一动都会让父母格外关注, 受伤,生病等等,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,都会让父母很是伤脑废神,再加上养娃的新鲜感,以及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,所以父母会对老大给予无限的宠爱,会竭尽所能把爱都分给老大,老三是父母较小的孩子,被惯着也是在情力之中,出生后,虽然父母在养娃上的新鲜感早已经消失了, 不会像对待老大那样处处小心谨慎,但这个时候父母的年纪已经较大了,难免会在管理孩子上心有余而力不足,所以对于老三的一些任性行为就放纵了,只要不是特别出格的行为,父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, 有些时候老三的调皮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批评,还能给父母带来一些欢乐,这样灌下去老三的胆子也会越来越大,老二的出生就不像老大那么幸运了,父母在教育老大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经验,所以就不会再过多去操心老二的举动,甚至还会失去耐心,上游老大是父母的主心骨,下游老三被父母宠溺着,老二夹在中间确实比较倒霉,靠老大疼老三,最不待见是老二,在农村家里三个孩子,老二却不受待见, 再见,啥原因?你在家排行第几呢?你认为是这样吗?对此你怎么看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